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曾经专门做过几期节目来讲到华为 就是华为被美国制裁这件事情 那么华为它不仅仅是一家企业 它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实现它的政治目的和野心的 其中一个战略的环节 那么它必然会成为中美对决 新冷战当中的一个牺牲品 那么果然我们看到了 就是在美国对华为的芯片进行了制裁之后 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 华为的手机出购量腰斩 手机出购量只有1400多万 远远低于它去年同期的3000多万 而且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比去年大跌了25% 而且据中国国内的媒体报道 华为现在在中国各大的专卖店授权店 手机严重的缺货 有的华为门店说已经好几个月 没有拿到M或者P系列的高端机型了 这种新闻报道也被华为自己人所印证 就是华为负责消费品市场的 它的负责人余承东 也在他的微信朋友圈承认 说美国的四轮制裁 对他们的消费者业务举步维艰 他还说因为制裁限制 很多产品没法生产了 而且导致严重缺货 那么这种结果也印证了我大概接近两年前 所做节目里边的判断 我当时说 我当时给大家解释了 为什么华为必须死 它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一个打击 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华为现在 惨痛的下场 当然了 它还有一定的增长 它还要在其他的业务上面 还能够维持 但是这种维持也是苟延残喘了 最后的命运就跟我之前讲的 朝鲜的阿里郎手机差不多 你可以在国内闭关锁国 再关起门来 你可以自己卖自己 阿里郎手机在朝鲜可以卖 没问题 但是你的技术 跟世界水平是非常落后的 然后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够更新 你国际上的所有的软件 全世界喜闻乐见的这些应用 你都用不了 基本上可以说跟以前的那种 大哥大也差不太多了 那么中国布朝鲜的后尘 那么华为手机就当然会布 阿里郎手机的后尘了 对吧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手机业务大跌之后 它一定要想方设法的 在其他方面去弥补 那么华为这个时候 看中了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电动汽车 我们看它跟汽车品牌一起合作 提供自动驾驶的系统 叫做赛利斯SF5 高性能电驱轿跑SUV 非常山寨的一个名字 看它外表是在山寨保时捷 看它内饰是山寨特斯拉 这么一个国产电动车 大家都记得之前我做过节目 讲到特斯拉在中国的遭遇 是吧 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 毕竟来自美的 它是不受信任的 而这个时候 华为突然推出 它的电动车的领域的研发 这样的产品 很明显就是要抢占特斯拉的市场 它毕竟是国产汽车 它毕竟是国家的企业 对吧 它是信得过的 对于外资 对于外国企业 当然是要利用你的技术 要学到你的东西之后 偷吃完之后 就要把你一脚踢开 那么我倒是不想去评价这辆车 我也没开过 对吧 但是我知道有另外一辆车 被誉为是国产的一个交往 而且我们看到新华社 也在为这个车宣传 他说是这款车 自上市以来 订单源源不断 甚至这上面还加了一些 民族感情在上面 说寄托了国人 对于民族汽车的殷勤厚望 而且是增强了民族自信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最后被某一个车主给曝光了 就是这个车主 在驾驶了几千公里之后 做了一个小视频 这个短视频里边 他就讲到了对这辆车的评价 其实就四个字 工业垃圾 我不说什么 咱们自己来看 这车主的评价 浩华的爽联屏内饰 座椅 假热通缝 按摩 把所有那些 你认为 看起来在档下 很科技 很牛逼的 剑端科技 都是中注的这台车上 然而你获得的是一台什么呢 是一台名副其实的 工业垃圾 说这台车 好的人 一定都 放了良心 这东西 你真的开过吗 它所有所谓的 高科技的电子系统 其实都是故障率 积极积极高的 难道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的汽车用户 就这么好骗吗 这台红旗H9 是4.0T 45万元的那个配置 这台车 我正经的驾驶了3000公里 除了门把手不弹触 导航四季 以及定速行航 推出之后 如果你不重骑车辆 就再也无法开启 这些等等等等 系列的bug之外 而访搬 假设这种听起来 非常便捷的功能 在这台车上 简直做的神了 两头梁上下车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领导自己 都都不喜欢开车 老百姓选择一台车 我觉得更在乎的是 那行驶中的质量 而不是那些 话里胡哨 听起来一点 用都没有的功能 诸如此类的小问题 真的是比比解释 如果你啊 我说这台车的bug 我能从现在锁到 明早上起来9点 空口白牙 我可能在这说 你觉得我在刻意 磨害这个品牌 这台车 信扯从4A店出来 跑了无限公里 全车元气 没有一定点事故 连手保都没做 一会我擦上电脑 给你们读一下数据 你们可能就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了 我相信红旗这个品牌 代表的不仅仅是 一气这个车旗 它更继承着 我们中国人 对于我们自主品牌 汽车的一种竞争向往 老百姓需要的 不是什么S9 不是什么 那些顶级的概念的 豪华超级跑车 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实打实的 真正能让老百姓 感到满意 能让老百姓 在使用的过程中 舒适 开开心心的 一台代步工具 我们愿意花这样的钱 去支持我们的自主品牌 而自主品牌又给了我们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 我觉得四个字可以概括了 坑梦拐篇 我们不要求这份答卷是蛮份 但至少它应该是个及格吧 希望这台车的失败 能让这个企业在进后的产品 无论是设计还是研发商 作投入一些净力 而不是这么简单的假搭控 把这些所有的高科技配置 配合一个凶猛霸气的外观 就这样拿出来 做这么一个简单的面子工程 这个视频主本身 它就是车主 买了这辆车 它觉得上当受骗了 说明它还是很爱国的 还是想支持国产的自主品牌的 它说了一口非常地道的天津口音 讲的内容也非常的接地气 而且它给展示了 它打开机器检测之后 发现全部都是故障码 各种各样的故障 这辆车看着很豪华 很气派 但是发现出的是国产汽车 对民众的坑蒙拐骗 因为它太不认真坐这个车了 都是面子工程 纯粹欺骗人民的感情 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 来进行营销 所以看到一气这辆红细轿车 不管它做的多么的气派 多么的豪华 就是一个工业垃圾 我想跟华为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自动驾驶的汽车 也好不了哪去 毕竟工业垃圾本身 它也自称自己 是有自动驾驶系统的 那么华为现在 当然它有芯片 而且是高端的芯片 因为之前 美国的对华为的制裁里边 有一个120天的缓冲期 就趁着那个120天的缓冲期 台积电疯狂的给华为提供芯片 所以说华为储存了很多的芯片 作为后续的储备 这样的话它还可以继续的去 开发所谓的什么 自动驾驶系统 它甚至还可以推出 最新的高端手机 但是即使如此 这也是穷途末路 最后的垂死挣扎 因为它的芯片总有用完的那一天 当它的芯片 高端芯片用完了之后 它又没有能力生产 甚至连12奈米的芯片 都没有能力生产的时候 当别的品牌 像特斯拉用了5纳米的芯片的时候 华为的所谓的自动驾驶系统 还能好到哪去呢 对不对 它的手机 当然最后就变成了 像阿里兰手机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看这些微观的细节 实际上都是在宏观的框架之内的 就是所有人都是顺着时事 顺着潮流在走的 这个潮流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就是吸引外资 引入西方先进技术的这样的一条渠道 被掐断之后 在改革开放走不下去 继续引入人才 引入技术 也走不下去的时候 它的产品 当然就是工业垃圾 当然只能搞废物利用了 不要跟我讲什么 中国会有自主创新 它本身的环境 本身的土壤 本身的制度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创新的保障 它连信息都不能够自由的流通 所以用最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中国在内卷 而内卷 它是符合中国的体制本身 作减自负的本质的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